女朋友兄弟 二冠府 大昌 三冠府 XY Syd让她1500 准备 三冠府 自己在每一场战役 你的角色有沒有做好 有沒有做到 我們也曾經在每一場戰力裡面 我們覺得我們做得不夠多 不夠好 我們都要不斷地去想 只要把它做得更好 才不會在上一次的戰力裡面 讓韓國瑜的身心 具體 會立即希望把它引回來 但是我們沒有做到 所以我們一定要 激起這樣的教訓 不斷去管事檢討 我也跟各位保證 所以從我正常開始那一天 到原來十三後 我永遠是要信任 為國為民 永遠不放棄 堅持到底 謝謝大家 我們接下來要請 我們今天立臨的貴賓 剛剛朱主席有特別的提到他 就是我們的市長 韓國瑜韓陳市長 我們請韓市長上台為我們赤詞 掌聲歡迎韓市長 謝謝 謝謝我們今天 黃福星的大家長 季將軍 這麼熱心的安排 全國各地的黃福星黨 無各縣市總委都到現場 我以為是黃福星的一輩子 特別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我們朱立倫朱主席 總統候選人 黃宇室長 尚康兄 黃秘室長 各位所有的 各位長官 各位黃福星的先進 各位黃福星的將士 還有今天非常辛苦的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剛才聽到朱立倫主席講 我突然想到一個笑話 有一個人看到一個小孩子 小朋友啊 你長個美金木秀 你功課很好吧 你很孝順爸媽吧 對 哇我覺得你現在長大一定很有出息 你可以幫我去買一包香菸啊 主席先幫我戴個帽子 還好我禿頭都不怕帽子啊 我懂他的辛苦的主婦啊 還有玄外獎金我都了解 但是今天來這裡參加黃福星的 真的是一個大家庭的感覺 昨天我在台中 跟我軍校的同學 從18歲到現在 每一個都領了老人證 昨天晚上在台中 吃飯一天酒 昨天 已經領了 侯市長也領了 都領了 然後呢 這個我這個軍校同學 兩個都上了校退伍 開始發好騷 我也要 酒一喝 我這個不知道老婆我愛不愛 但是我真的 我愛中華民國啊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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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有這麼緊張 有這麼激動啊 我真的我每天都睡不著覺 我真的煩惱 我說你跟老婆處得不好嗎 你以前追他都追得很認真 你每次寫情書最後結語的時候 還問我要怎麼結語 我都給你建議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產絕難 他就笑 但是他代表真正的憂慮 各位親愛的黃福星的將士們 各位先進吧 全世界的軍人 只做兩件事 一個打仗 一個準備打仗 黃福星 就是堅定這個信念 我們 一心一意在部隊 就是 思想單純 目標明確 保護這個國家 但是2024年 我們不是用槍保護 而是用手上 手上這張選票 我們務必 要集中 所有的力量 他講話很多 思想現在也很混亂 到處東南西北都聽到不同的聲音 到處聽到叹息的聲音 但是黃福星的將士很清楚 我們受過嚴謹的軍事訓練 最神聖的一場決戰 戰鼓已經雷起來 所以黃福星 在任何情況之下 不要動搖 就像我那個同學一樣 夫妻為了中華民國 事實上吵起來 老公罵他 你煩惱那麼多幹什麼 你好好睡覺 好好過日子不行嗎 老公在家裡 職業退伍軍人下來 每天哀聲叹氣 每天煩惱 因為 很多人不了解 這世界上真正的英雄是什麼 真正的豪傑是什麼 真正的勇士是什麼 只有四個字 只有四個字 為國為民國 黃福星的將士們 一生就是為國為民國 這個價值觀 我們永遠不敢忘記 四十多年來 我歷了不同的工作 我當過秘書 當過警衛 賣過菜 當過立法委員 當過官員市長 五月夢回 我依然時間回到十八歲 在陸軍官校操場上 那個翻滾跌爬 那種訓練 我依然回到那個情境 我依然不敢忘記 我們的最中心的信仰 為國為民 所以建議 黃福星所有的黨部門 所有的先進 我們今天秉持著四句話 放在心裡 我們熱愛中華民國 我們熱愛美麗太陽 我們熱愛中華文化 我們也熱愛自由民主 這是黃福星 永遠不變的信念 拜託大家 心煩之後 想到夜襲最後四句話 值得那信號一醒 值得那信號一亮 我們就將會 打一場轟轟烈烈的身上 好不好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 謝謝 韓國一文 謝謝 安心市長謝謝 現在我們要請 我們中國國民黨 我們本黨提名的總統參選人 洪友宜 洪市長致死 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 主席 日社長 安市長 趙董事長 紀主任 在座很多都是當年 我的長官們 你是我的兄弟的好朋友 黃一星 所有的兄弟姐妹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集中非常感動 看到黃福星的一生們 在我們黨最業績的時刻 協力站起來 立鐵 我們黨 以立鐵 黨徵招的朋友 我非常非常感動 也非常感動 我在這裡 聲音給大家深深的一句說 有夠感謝 謝謝 剛剛 不管主席一段話 還是兩個段話 少方兄 那一段話 這是我內心 最想講的一句話 其實 我雖然不是經校畢業 但是 我是警校 警校跟經校 我剛才是蔣中聖先生 引導出來的學校 這當中我們有十句話 跟總大一句話一樣 叫我親愛精神 我們是同樣的目標 同樣的想法 所以只要只有一個變化 就是所謂做法 讓台盆今 這本土地 讓人民能夠平安 我剛剛看到國語講的那段話 其實我們兩個人 明明明一樣 大概差幾個月 其實對我們來說 很多的同學都已經退休了 都領到長輩證 我們今天 現在依然 在2024中華民國 城隆最重要的關鍵 這一個時刻以外 我們大家 不和平 不要站起來地鐵 這有關我們這一生當中的信念 我一樣 少方兄一樣 在座各位都一樣 而且包括身負 重責大任的主主席跟我們 其實我們的練習 壓力 我們一定要堅定不好 扛起責任 無論外面 風風雨雨如何 我們自己一定要 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贏 一定可以贏 對不對 對 剛剛起來一段話 不互吵笑 只要只有一個系列可以完成 就是中華民國 絕對不能夠 不要得到 我們家族也是這樣 講一講去 我老婆問了一句話 你幹嘛呢 到了這種快退休的年齡 還要做這件事情 我說我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一生只做一個工作 這個工作 從林國65年進官校 到我現在 一生只做一件事 努力做事 守護中華民國 拜台藤今晚這塊錢 我說老婆 這是我一生的信念 一生不變得直指 在這個時刻 當需要我站出來的時候 我永不推遲 就像當年 我警校畢業的時候 我同事打擊犯罪 站在槍銀彈的當中 我從來一定真身是者 站在槍銀彈的 踏實就沒有 勇敢動 這一點決心跟 我的信念 永遠不會好 不會改變 我國外老婆說 你嫁給我了就是 我這個個性 這個嫁也沒什麼好吵 你也沒什麼好反對 我就是這樣子 跟各位想法一樣 我們就向前面 顧中華民國 守護台藤今晚 大家倒進行 好不好 好 最後 台市已經感謝 尤其 看到韓國瑜 看到少康兄 都是我們多年的朋友 能夠在這裡集計議堂 更重要看到 我們這些 當年我的長官 跟戰袍好朋友 甚至我的退警 總會長都來的 我很感動 在此時此刻 韓市長 少康兄 在座的各位 幫我說了很多的好話 我也覺得說 在每個小時的時候 我們會一反思 自己 到底在每一場戰略 你的角色有沒有做好 有沒有做到 我們也曾經在每一場戰略裡面 我們覺得 我們做得不夠多 不夠好 我們都要不斷的去行事 只要把它做得更好 才不會 在上一次的戰略裡面 但韓國瑜 也深深 具體 會立即 希望把它進來回來 但是我們沒有做到 所以我們一定要 自己這樣的教訓 不斷的管事監討 我們自己要努力 我們要加油 所以這段時間 讓大家焦慮了 讓大家煩惱了 讓大家不安了 每天我接到的電話 不夠折 連通電話都是關心我 侯友宜 以那個知識不對 侯友宜你要這樣打 才對 我都知道 那就是關心我 那就是愛人 會罵我 才會愛你 會給我意見的人 才知道說 我們的焦慮 希望你能夠多用一點心 我也跟各位保證 所以 從我正常開始那一天 到原來13號 我永遠就要信任 為國為民 永遠不放棄 接著到 謝謝大家 現在我們一起為我們的 為我們的參選人 來加油來打氣 國民黨 勝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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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勝利 好友誼 動選 好友誼 動選 好友誼 動選 友誼 動選 動選 現在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 都為我們國民黨的勝利 做了大家最熱誠的一個歡呼 也非常感謝我們台上的所有的貴賓 好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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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誼